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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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幸的我們的羅玉芬小姐居然在五一勞動節這一天 這麼諷刺的在勞動節當天過勞死 但是這幾個月來 家屬一直跟全聯的資方 一直進行協調 一直開會 但是全聯資方 不是每一次的協調會議 就換一次律師 就是不履行他的承諾 明明要交給家屬死者最後的路向 全聯就遲遲不想要交出路向 甚至還要求我們的工會人員說 不能夠把過勞死這件事情 PO到網路上 PO到爆料公社上 直到這幾天 全聯都還沒有任何意願 跟我們進行協商 都還沒有任何意願 公開死者的路向 還有真實的出勤紀錄 從事發的5月1號 很諷刺的是勞動節的那一天 玉芬在這個 應該說是勞工的節日 原本應該是放假的 但是她卻前一天晚上12點下班回到家 早上6點多 就臨為壽命 把她調到身先部門 然後7點就來上班打卡 而就在這個短短休息不到7個小時的情況之下 來上班 然後呢 在這個低溫冷凍的這個倉儲裡面呢 因為本身裡有高血壓 而腦溢血身亡 那 非常難過遺憾的就是說 在事發的隔一天 家屬就跟這個全聯要求要有 女兒最後身亡的這個錄影畫面 但是全聯那個時候是說他們會配合勞動檢查 將這些資料全部完整的提供給勞檢單位 可是呢 很難過很可惡的地方是5月11號 勞檢人員來到了全聯北屯二店 來進行勞動檢查的時候 當天家屬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也到現場 也一再的跟勞檢人員說 這個班表喔是假的 這個班表都是這個全聯他們 已經按照既定的時間打卡好的班表 所以裡面不會有所謂的超時 而且也跟他們提到說 這個部分只要比對監視錄影畫面 一拍兩瞪眼就知道 姐姐當天來幾點來到公司上班 幾點離開 幾點在冷凍櫃裡面操作業務 是不是有所謂的過勞執在的情況 但是呢 經過勞動檢查的結果居然認定是沒有職災 只是讓家屬完全不能接受 今天我們會走到這個地步 就是因為我們完全不知道真相 一直到前兩天 全聯才開始奪命連環空找我找家屬 甚至於親門他戶要跟家屬來談 但是他談了什麼 我們要他提出來的資料 他還是不提供 甚至於說這些所謂的影像 都已經沒有辦法還原了 那他之前三次的協調 是在爭笑的嗎 是把我們家屬當什麼啊 今天在你的職場裡面 在你的工作崗位 發生這樣的死亡的災害 你居然連一點的影像都沒有保存 我們家屬要的就是他到底在冷凍庫待了多久 第二個他到底在地上躺了多久 為什麼全聯要拖到六點半才打電話給家屬 為什麼要到六點五十四分才送到中國醫藥學院 而造成最後不知身亡的這樣的一個結果 但是我們發現全聯為了隱匿這些事實 為了怕他所謂偽造頒表的事實勾諸於世 他把這些影像全部變成黑畫面 甚至於我們透過媒體 媒體居然也被因為這樣的壓力 因為廣告的壓力把所有的網路連結下架 這是我們非常覺得痛恨 而且非常惡質的地方 為了發生這個事情 我們從五月一號到現在 天天都是靠這個這個 什麼叫失眠藥是不是 安眠藥 我已長到今天七十四歲 第一次吃這個安眠藥 一次吃到三個多月 到現在到昨天晚上還是不停 沒有吃就沒有辦法睡 你看 一般一般七十四歲 像我這個年齡 不要說是三個月 一個月的動不停 但是忍如可忍 本來我是當初 好好跟他講說 跟全聯講說 我們不能跟你提告 你只要跟我們這個安排 不當就好 聯繫答應 好好好 我們經過四次的聯… 那個…那個… 那個… 那個… 協調會的正式 還有那個勞工局的正式 每一次都好 好到現在 連一張電子知識都沒有 連一張電話都沒有 你…你說我… 做…做老伯老伯人 不會… 不會… 心裡不痛嗎 三鞠躬 上香 我們今天很沉痛 要來到這裡 但是我們看到鐵門伸鎖 之方仍然沒有任何的意願 沒有任何的意願出來跟我們協調 出來公布真相 循芬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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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芬活動來喔 循芬活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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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芬,能夠等救呢 循芬無道賤 誰要投在我主 誰害你這樣呢 可能去找他 好 我們今天非常沉痛 跟家屬回到這個 頸鎖的斷魂之地 當然我們已經開了 這個抵制血汗全聯的粉絲頁 我們會有下一步的抵制行動 只要全聯之方一天沒有改善他的勞動條件 一天沒有停止打壓工會 我們就會一天接一天的抵制下去 謝謝各位 那我們這幾天一直持續不斷的跟家事溝通 其實我們對於育芬的離開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難過 從直到昨天我們都還在進行當中 直到今天我們都還在進行當中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希望可以跟家屬來表達的誠意 那我們希望不要被有心人士這樣子操作利用 什麼叫有心人士 誰是有心人士 然後想要跟家屬表達的誠意 人家全聯論文 是 又全區那個 很失業 按讚人數都叫有心人數 優最寬的這個補序的條件 來跟家屬表達我們的誠意 我們從不放棄溝通 我們會持續保持溝通 直到今天這個結果 我們還是會持續跟家屬 這叫溝通喔 分關起來不願意面對 還不敢上去想法叫溝通 狗屁 我們是不是有確定有延遲送醫的時間 並沒有 對 我們其實同仁都有 那個119的那個班 紀錄班 調出來看就知道了 然後不問他 要把他叫救護車 我們當天也立刻叫救護車 其實他一直七年以來 在公司十年 他七年以來 其實都是在做這個聲線的工作 那他其實 他對工作非常熟悉 他也很有熱忱 那其實 其實我們都 我們其實都 覺得他的表現非常好 關於監視器的畫面 哦 我們其實都有提供 所以其實 律師所說的 並不是事實 因為你們也看到 其實東森有做了一段新聞 他也有監視器畫面 其實我們都有提供 對 是員工 賣服務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好隱瞞 我們也提供老檢單位 我們都有提供 其實都不是事實 對 那他們家屬有提供說什麼 全點的那個 你們的班表 有偽造的狀況 等等 並沒有這樣的狀況 其實我們給老檢 看過的節目也是如此 就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其實都有提供給 檢查單位 老檢單位 所以這都是 現在是沒有問題 東森記者的畫面 是我們家屬 哭著 求裡面的同仁幫我們 用手機翻拍的 不是你給 不是你提供的畫面 你幫我們提供的畫面 說是你提供的 會太過分啦 你自己明明就有畫面 不敢提供出來 今天媒體報了 你才說 是你們提供的 安全安全 那為什麼你說 有救護車 有同仁去關心 這些畫面在哪裡 明明就是死者 一個人倒地在現場 沒有任何人來救援 就這樣子 你好嗎 你知道水 你太過了嗎 是嗎 有幾個兔 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